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哈喽哈喽 欢迎来到每日模组合成器 今天因为工作诸多事情繁忙 所以没有时间也没有脑力练习了 想说趁着刚刚最后一堂课结束 剩下的留在我的画面上面的档案来聊一下envelope 这个东西在VCV里面的envelope 有在follow每日模组的朋友一定都非常的熟悉 就是我最常用的envelope 其实是不算是一个单一的envelope 或是这个slab heating envelope 它是一个连着两个VCA的envelope 所以很适合作为一个发声数最后的output 那这个也是我非常常使用的组合 一个oscelator进来 然后直接用这个envelope去控制oscelator的音色 那因为这个oscelator 它smouth oscillator它本来会可以出这种接近sign的音色 所以用envelope控制它就可以得到 从翻译从少到多的 用回来的这样子的弹性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是这样子做的 那事实上在modular的envelope里面有很多更多的控制 比方说像这个DAH DSR 这个很完整功能的envelope 它除了ADSR前面有delay之外 如果你切换到trigger模式的话 它的AD之间还可以有hold 这样子 所以其实蛮厉害的 那我常常都不知道要怎么去用它 所以像这现在是trigger太快了 trigger慢一点 好 而且你看它跑到哪一段它还会标记出来 所以其实就蛮方便的 对像这样子 这现在太低吧 吹个 都hold的太低吗 对不起我自顾自得太晚了 所以它还有不同的时间段落的CV input 还有不同的时间点的Gate output 就是说我到了delay或到了attack的时候 它会出一个Gate这样子 非常方便 然后A跟D跟R这些曲线部分 还有比较快的曲线跟比较慢的曲线可以调 那比较快的曲线跟比较慢的曲线这一件事情 反而有一点 有一点调诡 就是我在前面几篇的low pass gate 那一则里面有提到过 我试了很多很多的envelop 基本上我试了我在VCV record手上全部的envelop 全部的这些曲线都比不上 这个mutable的stages 它的硬体叫做stages 软体叫做sigment generator 的曲线来的漂亮 所谓的漂亮就是好听 那我的依据呢 是这个MariaTaria Eva的focus 这一张专辑最开始的音乐 我要怎么在VCV里面可以重现 很漂亮很圆润的颗粒感的decay 或者是fold 我只有用这颗segment generator 才能做到 像是 不是每一个很多envelop 它都有曲线可以调整吗 像这个rise跟fold 可以调 可是 就还是会差一点 我觉得怎么调 它都是快一点或慢一点 我觉得这也是蛮妙的事情 最近因为发现了这件事情 我在想说 这个懒人包和懒人组合 是不是应该要稍微检讨一下 就是 不要再一直用这个ADSR 虽然它也很好 它也一直给我很漂亮的音色 可是 我明明知道有更好的dynamic control在这边 可能要试试看 对 所以如果我没有办法在这边也重现跟它 我记得我失败了 就是 没有办法用这个slab hitting envelope 做出很漂亮的短音的话呢 短音的话可能要多考虑使用sigment generator 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是一些关于envelope的一些心得啦 对 然后呢 呃 提醒各位一下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这个 呃 新的讲义已经完工了 有中文版跟英文版两个版本 大家可以在patreon的首页找到公告里面 会有新讲义完工的资讯 还有前几天的每日模组也有提到 在里面有非常非常多文字的部分可以阅读 所以就算呃 没有抽不出时间来上课 或者是对课程还是有疑问的话呢 也可以下载回去读读看 我花了很大的心血在写这份讲义 总共有100页中英文差起来 所以其实有200页的讲义 那希望可以多一点朋友读到这份讲义 嗯 对 让这200页多有用一点 好 那这就是今天的每日模组合生期 我们明天见 拜拜